劍風 鎮住邪惡淚 大刀 劍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九點半 現代蠔合轉 客家佬 閹雞 四海 啤梨 五十年分辨所謂的這個承諾 將會在2047年戒會 香港又再一次站在這個十字路口上面 不過 今次在這個二次前途的問題上面 我們這一代不希望再受擺佈 決心要掌握我們自己的未來 山兵合體選立會 唱2021年搞自決公投 鄺保兒議長 為我們贏回香港 驅船這些畫面 你還記不記得 山兵現在的政治力量一點都不少 驅船之後到立會了 六個山後組織宣布組成選舉聯盟 而香港民族前途自決逐競選綱領 出選九月立會 現在這個選舉聯盟 我們在西海西港東 港東 港東 都會在這裡做保存 黃之鋒他們搞的新政黨都是昨天成立 都打算派人選九東和港島 喂 撞了 不止撞區 理念都撞了 大家都主張搞公投決定香港的前途 是為何我們提出在2021年去做這個前途的決定 我們是希望在這幾年的時間裏面 做好這個前途問題討論裏面 一起的準備功夫 我們都希望在未來十年 是可以去推動 繼而實踐這個民主治權 我們不覺得香港有十年 這麼長時間 我們在同時間競賽 說到時公投 維持一國兩制和港獨都會是選項 結果是怎樣都好 都會對2022年那屆的特首 帶來巨大的政治壓力 自但選立會由不同區選 現在非建制陣營這麼多元 不同其他組織合作 好以兩敗俱傷 在我們推出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的基礎上 只要願意去加入的不同的黨派 我們都願意去談 但如果和香港民族黨合作 就會有點尷尬 因為不想外界覺得他們 只是為了某些主張而推動公投 好回來 未至於去到港選舉 真的有點古怪 有鬼呀 那些宗室有雜聲 好似的 那些宗室有雜聲 好似的士溝台 應該是隔離封煙 你現在打開喇叭了沒有 很混亂 很混亂 不要緊 我們再說一下 唉 現在不可以 現在不可以 真的跟我對話 好似的奇怪 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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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先這樣說 香港眾志 之前我對學文仔 都是比較包容的 今天我也比較包容 始終是年輕 但包容度就低了很多 因為現在你們不是學生身份 你們是搞了一個組織 首先我要說 大家都不會特別報的事情 我就在這裡挑剔了 這班人是不夠班 不夠了 如果香港要指揮年輕人 就一定不是現在在台前的這一班 包括黃之鋒為首 羅冠聰的這一班年輕人 他們還沒得 還沒搞班 對 完全同意 完全沒得 做一個記者會 放映會 都搞得這麼混淆 開個戶口都搞得一坨屎 這些不可以賴人身經驗 因為你現在做組織 而且你的黨內 不見得沒有人 你又找到舒淇 又找到那些什麼老師 是嗎 舒淇老師 吳美蘭老師 吳美蘭老師 他們說的話 除了在十年後 推動公投之外 其實他們的所有事情 我真的不覺得他們跟泛民主派 有什麼大分別 首先我們要怎樣看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我們都跟了它這麼多年 叫做 是不是很厲害 是 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呢 泛民主派 有講沒有做 所以這一班新的香港眾戰 老實說我當然要批評 中文又不老禮 香港眾戰 中智 那個 那些什麼字 De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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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來不會 評論人 你真是笑死人 好了 就想著 為什麼這麼心急要組黨 因為參選立法會 為什麼要參選立法會 因為 政治上要多些支持 拿資源 但是派的 就是派兩個聲未並沒有這麼濃厚的 一個叫黎文鑼 一個叫羅冠聰 羅冠聰 什麼水 嶺南大學 都是退聯 不是退聯 就是那個五子 學聯五子 因為黃之鋒和周庭 未夠年紀 未夠年齡 但是年輕人 我都是比較包容 他為什麼要用十年後公投 純粹看他們自己的年紀 其實對十年後公投 對電子公投 就是青年申請 他們散兵那班 甚至乎對抑敏的五區公投 其實我都是很抱著一個奇怪的心 但是為什麼我會支持五區公投 不是因為他比較好朋友 而是因為他告訴我 他們入到議會會辭職 我就將他這個動作 當作一個宣傳和破局 因為我局面現在是死固固在這裡 但是我有時看見 現在他們這麼快 他們不排除獨立 當然出來和他們劃清界線 就是你們兩母 一定不會贊成他們公投 就是民主黨 而最令人奇怪是民主黨的名字 就是民主黨 公投最有民主 或者公投完 大家喜歡一國一制都可以 或一國兩制都可以 為什麼你們這麼快就排除他們 大家也會覺得 這個散兵聯盟 青年新政 不是 散兵聯盟 就叫散兵聯盟 跟香港眾志都非常接近 我真的擔心 如果非常接近 你知道嗎 記住選舉 我就不能夠代表人 我明白的 香港人始終最賣的 當然是范國威 這些 這些 但是 未必 我看未必 但是 你要看 當年的長毛 黃毓民 甚至梁天琦 那些票 除了在所謂 我們打算 果然是 上水 那些 低下階層之外 在九龍堂也是票王 你要怎麼解釋 有時你一定要清晰 不要一塊塊 例如你的立場是怎樣 林匡正所說 你自己本身獨立的立場是怎樣 還是那些選舉出來的人都說 一國兩制 那你又怎樣 你自己作為一個組織 其實都要交代立場 當然 好 燕姬等你講一下 這兩個組織 你的外仗 散兵聯盟 香港眾戰 兩個組織真的好像你這樣說 是 有很大部分重疊的形象 變成立場真的不得先鳴 很難會討好選民 是 OK 四海呢 是 我記得你剛去台灣的時候 柳惠晶 還有 新伯祐 陳真正 我有聽過一集時報 他們上來這裡我和康正 和你去 當時他們都沒有拿好主意 他們怎麼走 一出來開裝 坦白說 我對他們提出來的一些看法 比較失望 是 這麼年輕 還要 太幼稠 太保守 太計算 幼稠 我們說幼稠的意思是什麼呢 多了計算 少了衝動 是 相對來說 天琦 王台 是亂了 有亂過亂了 但是有一種年輕人的率性 你很老實說 你年輕人 你就應該要往前衝 你不要去 左計右計 還有 有一點 我對你這個 散兵這件事 我非常詫異 搞那個公投 還要是電子公投 這件事我是比較尷尬 對 我是比較尷尬 散兵裏面 屯門關注組 就是我們自己人 我們難回兄弟 對 那就變得尷尬 大家各自努力 但是 先做自己相信的事情 還有你自己的立場是怎樣 有時候 我是很明顯的 你說如果 民主 就是 一人一票 少數服從多數 某程度是 某程度是 但是要記住 這個民族 就是我講政治的現實操作 它是需要領頭讓 你自己如果沒有一個 很堅實的想法 然後將它 一步一步扶諸實行 你不要想著 有人會跟著你 我再跟你講多次 以我自己的觀察 香港百分之 六七十 我不敢說九十 在沒有任何 考慮下 他們是願意獨立 也知道獨立 是對香港很大好處 OK 即是沒有任何 後果考慮 當然 這件事隨時會變 可能多給你幾口糖 你又不想同了 客家律 你先說一下 有沒有留意他們兩個 其實 黃毓民 這個先知 當然 或者有人說 政治 很骯髒 骯髒 如果在香港搞政治 我所見 更骯髒 很簡單 這幫年輕人 初期我們當然是滿有希望 年輕人 對不對 無論如何 我們去包容些 年輕人 但問題是 現在出來的理念 好像 為我們爭取民主幾十年的 所謂的泛民主派 好像無色一模一樣 現在我們 已經有很多人在說 如何去建國 如何去說獨立 你還在說電子公投 真的好大 真的好大 好像回頭腦 是否繼續 在過程當中 去找自己的好處 我覺得 有時候 這一兩天 好像對他們的希望 好像有點失望 繼續努力 我對他們 希望都是大 對香港重戰 身邊的朋友不同 這一節做短一點 下一節 我們繞回第一節的東西 我喉嚨開始有點痛 屌你了 下一節再說 不用 我們可以把牙膠的成分 全溶化簡單 現在只需要每天一小時 就可以令牙齒 變得明亮和潔白 不用經常在深圳看牙 可以在家裡輕鬆地美白 現在在 store.mihk.tv 已經有得買了 是不是看劇也不夠後 如果想繼續看我們 這麼精彩的節目 就要上lojo.com 訂閱我們的頻道 沒錯 大家還可以訂閱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的lojo.hk 對 還可以上我們Facebook專頁 去Like我們 沒錯 如果大家平時會用手機 上網看片 就可以下載我們的Apps iOS和Android 都是叫做mihk 對 所以現在我們蘋果機都可以看 隨時隨地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